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飘阳布海来了南海 所以他到了这地方之后 嘴上含了稻双 然后他就说是希望南海这一带永无饥荒 所以就有阳城这么一个说法 或者别称也是碎城的说法 因为广州面临了中国南海 而且他是地处中国的南大门 所以他这一带气候设备湿润 温暖如春 一年四季鲜花盛开 所以他有一个美丽名叫花城 中国第三大江 中国著名的一条河流叫珠海 他从这里汇入南海 他的地的位置非常优越 周围私住了海上七点 也是港珠澳经济圈的中心城市 所以他的地的位置非常优越 两一老师 曹松的南海旅次中的月王海遗址现在还有吗 它是存在的 它就在现在广州市的月秀公园山上 以前叫做月王山 现在改名叫月秀公园 山里上有镇海楼 还有11米高的舞阳石像 它们都是广州的标志 广州历史悠久 文理资源十分丰富 1983年 在这里发现了西汉南越王墓 它是岭南地区最大的一个汉代墓室 这里面文物众多 被誉为是南岭文化之光 两一老师 那在广州还有什么其他的古迹呢 广州是一个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所以它古迹特别众多 比较说在乘区人的陈家词 是中国现代最大规模的 也保存最完好的 装饰最精美的池塘式建筑 它被誉为岭南建筑艺术的明珠 其中有三雕 三硕 一柱铁的文明仪式 是百岳之冠 也是广州省民间工艺博物馆 大家都知道 广州市有许多与新海革命有关的重要文物和纪念地 比方说著名的黄浩钢 七十八历史陵园 孙中山纪念堂 还有有关孙中山的大颜帅府 黄埔军校 旧址 老一辈的海外华人华侨 以前繁殖到广州都必须要去这些地方 您在广州住过 您也在搜索广州还有其他什么 跟新海革命啊 还有中国现代史抗日战争有关的这些旧址 我还知道有孙元礼抗英纪念馆 十九陆军抗日阵亡烈士林园等 名胜古迹 还有现在的这些纪念意义的纪念馆 都特别值得我们当代人可以去参观 学习历史嘛 这也说明了广州作为中国近代史和现在史 它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赞歌 广州是一个十分包容和豁达的城市 这里不仅有岭南地区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佛教明萨 就是光孝寺 还有阳城四大丛林的其他三个寺庙 就是六龙寺 海床寺 还有华林禅寺 这里面还有著名的这个道教 比方说这个是三元宫 五仙观 皇大仙寺 并且还有伊斯兰 传入中国最早盖的这个寺庙 古清真寺 它的名字叫淮胜寺 甚至还有中国目前保持最大的 双塔式的这个歌特式建筑的圣兴大教堂 另外还有南海神庙 堪称中国古代海神庙 也得保持最完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庙宇 我们知道到广州来 其实它最美的一道封建线 我认为就是在珠江沿岸 在珠江沿岸我们可以趁船观赏珠江两岸的风光 船的每开动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广东的乐剧 或者广东乐曲的歌曲 可以欣赏两边的高楼大厦 尤其是夜游的时候相当漂亮 仿佛走进了一个风景 迷人的一个画廊一样 梁一老师 听说珠江沿岸在潘雨的长龙欢乐世界 非常的好玩 是啊 这个是我所去过的中国的游乐场所 可以说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地方 我以前受邀去过 后来一代家人也去过 这个长龙欢乐世界是非常大的 战争面积很大 而且各种游乐设施相当齐全 他堪称世界之最 凡是世界上先进了游乐场所的这些所具备的东西 他都有 还有很多娱乐场所 供大家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去旅游 不仅是小朋友 可以说你在人家可以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这种 娱乐的满足 从动物世界一直到海洋世界 一直到这种过山车 还有各种先进的那种娱乐设施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广州呢 它是一个海陆工交通非常齐悲的一个交通宿命的城市 广州有悠久的经商历史 它是从古代到现在 就一直流淌着这个经商的这种人的这个细胞 所以说很多商铺呢 在全国是特别有名 尤其现在发展了很多大的商城 这些商品灵量满目 是一个购物天堂 广州还有个什么天堂啊 广州还是美食天堂 太好了 广州呢 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名吃汇聚的地方 我们经常听到说是石在广州 川在苏州 娃在杭州 所以明以时为天呢 在广州这个地方呢 显示的那个淋漓尽致 中国的四大菜系就有粤菜吧 对的 四大菜系里面粤菜是相当有名的 广州不仅仅是粤菜有名 广州的小吃也特别有名 它的很多小吃 尤其它的这个早点 所以广州市呢 它一个特别好的说法是 广州市民呢 经常处于这种优美的生活当中 就是三茶两饭一宵夜 这是它享受美好的生活的一个标志 我们呢 到了广州啊 可以进行的品尝各种小吃 尤其它早茶啊早点啊 还有粤菜那些代表作 所以我到广州特别佩服广州人 你猜为什么呀 为什么 广州人什么都敢吃 我们北方人到了广州 特别惊诧的就是 认为广州人除了这个四条凳都不吃 有主要它都吃 带毛的 除了这个鸡毛蛋都不吃 它什么都吃 其实广州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城市 既是购物天囊 又是美食天囊 梁一老师 听说您有一个中华美食与文化旅行的一个讲座 对 这个是我序幕已久的了 可以说是 但是呢 由于现在疫情期间呢 没办法 就在一块在中国文化中心举办 我们只好在等到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办一个中华美食和中国旅游文化的一个讲座 我会把中国的四大菜系 还有各地的民生小食讲一遍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在此要感谢新加坡分酒俱乐部 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场所 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读书气氛很浓 而且也是一个饮茶 这个品酒 会客的好地方 欢迎大家光临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本期我们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为我点赞分享 点击视频右下角订阅 我们下期见